请大家为多话无边无际的众生 发不出身的菩提心 并且如理如法的地听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基础班的一个新的课程 如何做功课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学习 首先是我们的学习目标 第二大部分就是如何做功课 我们是根据上师在次第花开 这本开示集里面的如何做功课 首先看学习目标 那我们的学习目标就是三个字 做功课 那等到我们学完这几堂课之后 就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这样呢如理如法的 而且长期精进的坚持下去 就是做功课这一点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最起码应该满足的一点点小小的要求 大家对次第花开这本书啊 很多道友有很深的感情 那里面呢很多开示 大家也都反复看了很多遍了 非常随喜 那可能就有一个疑惑 我自己看上师的开示不就行了 为什么还需要你来讲啊 那我们就通过这几堂课的学习啊 就看看自己看和大家一起学 它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就把每一句话里面上师想传达给我们的深意 自己在看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领会到位 或者是领会了百分之多少 我们一方面呢是来供修一下这篇开示 另一方面呢也是检查自己 在阅读上师开示的时候 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 领受到上师要传达给我们的深意 如果大家手边有次第花开这本书呢 就可以打开里面这篇开示 按照这个证文一点点学 看上师开始就说 为什么要做功课呢 也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的 首先上师说 很多人皈依佛门后 还要继续扮演自己在社会 家庭中的角色 但不论你在世间做什么 都一定要把从轮回中获得解脱 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 没有这份出离心 是没法摆脱痛苦的 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抱着种种的发心 抱着种种的目的来驱入佛门 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一驱入佛门呢 就是奔着成佛去的 就是奔着解脱去的 这都没关系 但是呢通过我们驱入佛门之后 慢慢的修持 上师引导着我们在学佛的路上 逐渐的深入 以及呢我们对上师三宝信心的增上 从亲近性啊 转向欲乐性 再慢慢慢慢的圆满圣解性 那到了最后呢 就像百川那海一样的 我们所有的目标 我们在世间做的一切 包括学佛的目标 都是会归于这一点 就是为了解脱轮回 所以我们不论做什么 都一定要把从轮回中解脱 成为我们的终极目标 那这就是一种出离心的体现 那我们首先来看 什么才是出离心呢 出离心它其实包括 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呢就是艳离轮回 我们知道了轮回中的 种种不圆满 我们呢身心 以及身边的所有的人 经历的种种的痛苦 对于轮回的苦有了了之之后 我们就对轮回产生了艳离心 想要离开 但是呢世间的一些人 他们由于没有好的发心 或者没有好的方法引导 哪怕是看到了轮回里面的黑暗面 或者痛苦 但是呢无力解脱 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解脱 所以呢我们佛教徒讲的出离心 它一定要具足第二个条件 需求解脱 用一些积极的正确的这些道 去需求解脱 所以如果没有业离轮回的心 根本就不会想要解脱轮回里面的苦 那如果没有需求解脱的心呢 我们也没法获得涅槃的大乐 也没法摆脱痛苦 艳离轮回从哪里开始呢 他人说 关于轮回的痛苦 我们应该深刻了知 而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主要障碍 就是我们无视以来 因无名而形成的习气和造下的业障 我们要对轮回里面的痛苦 包括总的痛苦 六道各自的痛苦 一些细微的痛苦 我们都应该去深刻了知 是从自己心里就知道了 轮回果然是如此之痛苦 这样就生起了一个希求解脱的心 但是呢 我们了解了痛苦 也想解脱 这条路并不是那么顺利的 还有很多的障碍 来阻碍我们获得解脱 那这些障碍呢 就是上师在这里指出来 因无名而形成的习气和造下的恶业 那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 这个上师在生命这出戏里面 也为我们开始过了 我们身心感受的诸多痛苦 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往昔和今世 我们身与异所造的诸多恶业而形成的 那恶业又是从哪来的呢 恶业由烦恼而来 那这些烦恼又是从哪来的呢 烦恼包括粗大的细微的 种种的烦恼 是从无名而来的 什么样的东西叫无名啊 无名呢 它是指对人和事物错误的认识 其实无名是障碍我们解脱最主要的障碍 学过十二元起的道友呢 也知道无名断则一切断 如果推翻了无名 那么无名之上所建立的种种习气 或者由习气引发的种子成熟之后 所造的种种恶业都可以被推翻 从无名上断除这样的轮回的因就断除了 所以这一点虽然只有一句话 上师其实把我们流转轮回的因呢 说得一清二楚 我们在看上师的开始的时候 也要有这种好根问题 就为什么上师这样说啊 他背后有哪些法理 那我怎么用这句话来指导我的修行 在日常生活中对峙烦恼 前面说了 轮回如此痛苦 那我们也知道了 障碍我们解脱的是烦恼和业障 怎么清除这些业障呢 上师继续开始说 虽然啊 佛菩萨已经为我们宣说了 清净业障的诸多法门 但只有我们将啊 这些教法真正的付诸实修 才能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 所以释迦摩尼佛也曾经说 无谓辱说解脱道 当之解脱依自己 那我们这一段开始呢 也分为几层来理解 首先啊 上师也说了 佛菩萨为我们宣说了很多清净业障的法门 有哪些法门呢 当然是无量无边的 我们平时可能比较熟知的啊 就是金刚萨多法门 啊 拆毁之王 还有呢 念诵地藏经 称诵一些佛菩萨的名号 比如说观经里面也说 念念中灭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这是阿弥陀佛圣号 从广义的来说啊 只要我们去行持善法 放生也好 这样的闻思修 或者是共灯共香 请吃这些供养 只要我们回向发愿 可以清净无边众生的 无边业障 就可以起到清净业障作用 关键是看我们回向发愿 用在哪些地方 把这些善根 这个很重要 有的人就有疑惑 我去修金刚萨多法门 只有金刚萨多法门 可以清净业障啊 或者是去念地藏经 更殊胜 这些法门都很好 关键是自己呢 不管修哪一种忏悔业障的方法 都是最好具足四对之力的情况下来忏悔 这样呢 忏悔之力就会非常强大 清净业障的这种功效呢 会非常强大 第二点呢 上师也提出来了 虽然法门在那摆着 佛菩萨也跟我们宣说了 但是我们如果就好像拿到了药方 而不去服用一样 对我们相续中的如须弥山一样 堆积的如此深厚的业障呢 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一定在学到这些法门之后 要付诸实修 一定呢 是要次第闻思修 那这样呢 才能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 要不然呢 我们得听了 也思考了 那人是人 法是法 那佛法的甘露 就没法倒进来 我们这个法器里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去实修 因为什么呢 不去实修 虽然法门摆在那 但是呢 自己得不到利益 这里呢 也引用释迦牟尼佛的教言说 无畏辱说解脱道 当之解脱一字极 字面意思呢 就是佛陀也说 我呢 给你们说了 解脱轮回的种种的方法 但是呢 想要真正的从轮回中解脱 只有依赖于自己 当年龙树菩萨的 《清诱书》里面 也说过一句 类似的教言 就是说 解脱依赖于自己 他人无法做助办 那这个呢 我可能有疑惑 不是说我们学佛路上 有什么一佛做导师 还有那么多 亲近的僧团啊 同情的道友啊 做我们的助办吗 怎么又没法做助办了呢 那这里的无法做助办呢 他其实是从 想要真正的 在自相续中 生起来法的利益呢 只有依靠自己 那佛陀是不是不慈悲啊 那怎么说 又解脱依赖于自己了 佛陀难道不救度我了吗 可能有种种的疑惑 其实什么是佛陀的慈悲呢 佛陀最大的慈悲 就是把他证悟的境界 和解脱轮回的方法 毫无保留的 宣讲给有缘众生 教言中也说 佛陀无法水冲罪 众苦亲手亦不除 自知证悟非遗他 说计法性令解脱 就是用一个比喻 佛陀没法 像给我们洗澡 或者是 在我们身上浇一盆水那样 把我们心相续中的 罪状给清除掉 那众生相续中的苦呢 佛陀也没办法 亲手帮我们除去 佛陀相续中 证悟的境界 没法像给东西一样啊 给个苹果一样 给个离子一样送给别人 如果可以的话 佛陀 圆满的菩提心 难道无法做到这一点吗 说明 最大的慈悲 就是为我们宣说 就是说 寄法性令解脱 所以呢 宣讲佛法是 佛陀对我们最大的慈悲 那 上师意识如此 也是通过种种的开示 种种的引导我们实修 是把这种大悲心 体现在我们每一个身上 但是到底 能不能趋入解脱道 关键还是靠自己 教言中也说 此身行善 便是解脱舟 此身作恶 便是轮回毛 所以呢 只要我们这一世 利用这个身体 积极地去行持 广大的善法 那这个身体 就是我们能够 趋向解脱彼岸的 一条船一样的 但是如果用这个身体 去造造恶业的话 那它就是 让我们 深陷在轮回里面的毛 毛呢 我们知道如果这个船 要停泊在哪个港口 它会从船上 放下去这个毛 现在这个淤泥里 固定住这个船 让它没法晃动 我也没法远航 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身体 如果再继续 为我们积累恶业的话 继续让我们 在轮回里面 来流转流转受苦 所以这一段呢 上师也为我们指明了 一定是依赖于自己 自己要有一个 积极主动性 去修持佛法 那前面提到了 我们要专一时间修法 利用这一生 短暂的机会 上师就继续说 要求大家 马上舍弃 世俗生活 去山洞中 闭关修行 对很多人来说 是不现实的 但我也不希望 大家 以世间生活 作为理由 而放弃 修行佛法 那这一段呢 就说了两方面的意思 哪怕是佛陀 在世的时候 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出家的 那我们同样的一个 理论推论下来 哪怕是所有 皈依的佛教徒 也不一定马上 就跑到山洞里面 去舍弃 世俗生活 去闭关修行 对很多人来说 不现实 那为什么说 不现实呢 原因就是 因缘不具足 可能有一种种的 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另一方面呢 前面文思的基础 没有打得很牢固的话 直接去修行 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所以呢 我们如果现在被 世俗生活中的 一些束缚 所困扰着 这个时候 就先放下 这方面的烦恼 修行当下就可以做 而且一定要 随缘来做 不要因此 来增加另外的烦恼 但是说随缘 不是说不努力 也不是说 等到出家以后 或等到老了以后 再去修行 随缘呢 其实就算是 在生命这周期里面 开始了 要知道 世间的人事物 都在因缘聚散 和无常变化之中 那种种的 这些爱恨啊 顺境利境啊 荣辱啊 都不会长久 无可支持 其次呢 我们在生活 感受世俗生活的时候 其实苦乐其受的 那这种种的苦和乐 都是从因缘而生的 那与其呢 为我们现在经受的 这些现前的果报 大喜或者大悲 不如在前面 在当下 就谨慎用心的 取舍善恶 虽然不是不努力 它一方面 是要我们尽心竭力的 去做一些善事 为众生的福祉呢 贡献一份力量 那另一方面呢 是在我们这种尽力 做事的基础上 得失从源 心无增减 这是真正的 随缘的含义 我们一定不要 这样陷入一个 随缘好了 就什么都不做了 这样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正确理解 另外一个方面呢 上次也只说 第一个 我们不做功课 不修行 没法解脱的障碍 就是过分的 担职世间法 因为有些人呢 就以世间生活 过于繁忙 或者是 特别的 让自己身心疲惫了 这种理由呢 作为一个借口 而放弃修行佛法 其实 这样呢 是耽误了自己 好好的一个 侠满人生 其实就被这种想法呢 破坏了 我们可以看 前行引导文里面 华智人波切 在讲完八种 闲侠和十种 圆满之后呢 又引用了 无辜光尊者的教言 讲了八种 赞生源八无侠 和八种 断元新八无侠 其中呢 就跟这个世俗生活 比较相关的 就这两点 第一个就是 赞生源八无侠 意思是出现这种 因缘呢 我们侠满人生 可能就暂时 失去了 旧时佛法的机会 如果不去加以对峙的话 就导致我们 很难再有机会 让新回过到 正法上来 它是什么内容呢 第一个就是 为他所转 就是被他人 所控制 简单来说 就这个意思 身不由己的 被他人奴役的人们 虽然有修法的愿望 但由于受到 他人控制 而得不到修法的机会 现在虽然说 奴役这种词 在现代生活中 可能这种关系 可能很少 但是我们 平日的这些 工作啊 还有世间的一些应酬啊 就想想自己是 非常情愿的 去加入这种 世俗生活吗 还是身不由己的 本来想好好的 做一堂功课 但是突然被教训加班 那又能用什么办法呢 就是被他人所控制 被他人的姻缘 所束缚 现在的确是这样的 大家生活 可能非常忙碌 所以呢 我们能做这些 听堂法 一方面很随喜大家 非常不容易 以前呢 不都是说朝九晚五的生活 但是呢 好像现在都已经变成 朝五晚九 也没办法应付过来 我们世俗的种种 但尽管如此 如果是一个真心想解脱的人 还是可以找出来一些时间 用在我们秀持解脱上 那这是赞生元 八无瑕里面的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断元心八无瑕 就如果出现这种 可能就直接断掉了 我们秀持佛法的因缘 什么情况呢 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自己有没有落入这种 无瑕之中 就是为今束缚 过于的单知世间的生活 作为理由而无法修持佛法 他的具体的一些表现 就是被今生的财产 受用 子女 亲属 等紧紧的束缚住 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辛勤劳作 而散乱度日 荒废光阴 而没有时间去修法 这个呢 就是被今世的一些 亲友 财富 受用 想要得到他们 想要满足他们的需求 把自己的时间 全部用在这个上面 从一个方面来说 这的确是 我们应该承担的 一方面的社会责任 或者家庭责任 另一方面 不要过分的担置 因为我们死亡的时候 什么才能对我们有益呢 哪怕自己 富如这种转轮王 整个南占牧州的财产 由一个人拥有 但是死的时候 也带不走一针一线 哪怕自己亲友 眷属 成群 但是呢 走的时候也带不走 一路一谱 只有自己相续中的善恶业 才能跟随自己 前往后世 所以为了后世着想 我们也要想方设法 把自己的时间 从现世的一些事件法里面 拿不出来一点点 用在佛法的修持上 用于佛法修持的时间的回报 比用在世间任何方面的回报 都来得长久 为他所转和为今束缚 自己现在有没有受到 这两种情况的束缚 如果有的话 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时间 从这些事上拿出来一点 最好不要以世间的生活为理由 而放弃修持佛法 我们如果用善巧和智慧来处理的话 其实不冲突的 那另外一个障碍就是一种想法上的误区 不要以为只要归一了就万事大吉 日后的解脱就打保票了 归一后一点也不修行 是很难有进步的 这是我们出现的一个误解 又以为归一了就是解脱 归一就等于成佛 当然归一的功德是无量无边 只要我们归一了 如理如法的去修持 在不破规矩的基础上 其实可以解脱 那什么时候呢 弥勒佛出世的时候 有一种说法是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这个大家还等不等呢 还说这一世 我们就要在一指上师的情况下 获得解脱 我们可以衡量一下 这一世得到这个狭满人生很难 难到我们几乎无法想象 既然我们得到了狭满人生 一指了具象的善知识 为什么不用这一生的时间 来修持解脱法 获得成就呢 不要再等了 而且虽然归一的功德 的确非常大 它也是一切修行的基础 修行的时候 也增上归一的信心 那最后其实归一圆满 修行圆满 信心圆满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是停留在 刚刚归一的那种心态 或者那种信心的状态 而不通过闻思修去增上这种信心的话 日后的解脱也很难保证 今世不解脱 来世想再获得这么一个人生 在归一佛门的话 就很难 所以我们如果归一后 一点也不修行 是很难有进步的 为什么说不修行就没法进步呢 前两段课讲到了 修行的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能够对治烦恼 如果我们没有修行 心相续中的烦恼 就得不到对治 心还是像以前一样僵硬 一样的烦恼丛生 那归一或者是佛法 给我们的利益 就很难显现出来 并不说佛法没有力量 有一些人他们也归一之后 就误解 哎 佛菩萨怎么不保佑我呢 怎么做事还是那么不顺利呢 怎么还没有发财呢 等等这些误解 可能都会出现 我们应该向内来寻找原因 我们的心到底 向三宝敞开了多少 我们的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想要开始修行 若不修行的话 佛法的利益 就很难融入我们的心 没法改变 还是停留在最初的一种状态 一方面呢 是自己的心 得不到很好的调福 另一方面呢 是自己的福德资良 和智慧资良 也没法增上 不进步就提下来这些方面 总而言之 我们一定要开始修行 不管是刚皈依也好 皈依了很多年 一直没有做功课 或者没有次第文次修的 这些道友也好 现在不晚了 我们一定要开始去做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上师说 我想从皈依开始 不论你的工作多忙 每天都应当拿出 一定的时间来修行 这对于我们将来的解脱 非常重要 修行就是解脱的因 佛陀和上师再次悲 他们的悲心是圆满的 但是也没办法 像扔石头一样 把我们扔到清净岔土去 佛陀和上师的悲心 就是体现在 说法和引导我们修行 让自己修持解脱到 获得解脱 不仅仅是暂时的 世间的一些安乐 还是能够摆脱轮回的束缚 获得究竟的安乐 这都是要从修行开始 那我们就看第二部分 什么是做功课 那佛教徒做功课 是做哪些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上师是如何开始的 那么每天修行的内容 一般来说是按照上师的要求 或者根据自己的情况而确定 通常包括静坐观想和念诵经文 及佛菩萨的咒语圣号等 这就是我们佛教徒所说的做功课 其实没有那么神秘 也没有那么难 只要把我以下几个要素掌握好 首先我们做功课的频率是每天 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完成功课 或者是念诵 打坐 观想等等这些 每天都要坚持 固定的时间还是很必要的 哪怕这些非常忙碌 真的是忙到一定程度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做功课 那第二种情况 按照什么样的来源来做功课呢 功课是谁布置的 一方面呢 是按照上师的要求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当时自己在上师面前发下 这种皈依三宝的誓愿 宁舍生命不舍 去三宝的决心 之后上师会给我们布置一些功课 那这就是我们日常做功课的 一个内容的来源 就是上师的要求 还有呢 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并没有一个法师 一位上师 明确指出 哎 你去念这些 像以前一位道友也说 在上师面前皈依三宝之前 就在家念一些净土的经典 每天呢 念一些阿弥陀经 也念无量寿经 念冠经 用不用皈依之后再改变啊 或者是以前的就不去念了 我觉得不用 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以前在做的那些功课可以继续 这些都没关系 另外呢 从上师刚才开始的那一段话里 我们还可以读出来一层内容 我们做功课内容 就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做功课呢 就是包括两大部分 一个是静坐观想 还有一部分呢 是念诵 念诵内容就是有经文啊 和一些论点啊 还有佛菩萨的咒语 圣号等等 这个是我们做功课的内容 我们每天呢 给大家说一定的时间 坐上观修一下 坐下呢 也去念诵一些佛菩萨的咒语 这样都可以 那当然这不是以坐上坐下来 判别 我要非得在坐上的时候 观想坐下的时候 才能念咒语 不是这样的 我们根据自己的功课情况来 坐上的时候 我们有观察修 安住修 也可以去观想 也可以呢 去这样念佛菩萨的咒语 都可以 为什么要念诵经文和新咒啊 那佛菩萨的咒语和新咒 它有哪些方面的作用呢 我们也是以上师的开示来解释 为什么要念呢 像是说大家要知道 经文和新咒 都是佛菩萨 为利益众生而宣说的金刚语 对我们相续的改变 有着不可思议的加持 什么叫金刚语呢 金刚呢 是天然的一种武器 以这种武器呢 它坚不可摧 它可以摧破一切其他的武器 但是呢 它自己却不会被损毁 就以此来形容 佛菩萨相续中的智慧 或者呢 来形容他们所宣说的这些法语 能够对峙一切烦恼 但是呢 自身却不会被一些外缘所损毁 所以这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解释 金刚语的加持力极大 另外我们来念诵这些新咒和圣号 这些都是佛菩萨愿力的化现 为了种种方便来利益众生 新咒又称为新的保护者 那我们在持咒或者念诵佛号的时候 能够让我们的心呢 不外散 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 让它能够收拾回来 穿在真真正念的柱子上 而不是呢 这样像发狂了的大象一样 总是向外去持足 破坏自他的一些安乐 所以呢 我们要对佛菩萨的圣号和心咒呢 生起来信心 在这个信心的设置下 我们去念诵这些加持力 才能更快地融入我们的相续 那前面提到的是什么是做功课 包括每天去做哪些内容 那下面呢就是重点 怎么做功课 非常多 也希望讲的能够细一点 大家对做功课方面 还是会存在着一些疑惑 就我们刚开始学佛的道友 那么尽量在这几堂课里面呢 把做功课方面的疑惑呢 能够浅除掉一部分 而另一部分当然留给自己来对质 自己在慢慢慢慢学佛的过程中 自己的确有解答相续中疑惑的能力 上师在这里开始说 功课包括每天早晚固定时间 做的早课晚课 和非固定时间持送的心咒 圣号等 我们在讲如何做功课 以及每天要做的这些内容 包括一些行事供养啊 还有念诵啊 回想这些很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以及呢外在的一些条件 都允许的情况下 选择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那我们可以再把 比较圆满的一种做功课的形式 讲解完之后 再根据不同的时间 或者不同意乐 再列举几种其他做功课的组合 如果我们下面讲的这些功课内容 有正在做的 那就按照自己上师的要求 继续做 都不冲突的 不要觉得 哎呀好像和我平时做的功课不一样啊 这个也不要产生烦恼 正在做的就继续做下去 如果没有固定的做功课的模式或者方法 或者不确定自己呢 要做哪些功课的 也可以参考一下啊 我们下面所讲到的一些内容 首先讲到了一些前行的准备 第一点就是排除干扰 那做早晚课之前 请大家尽量关闭手机 电视 电脑 拔掉电话线 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包括这些前面的前行的准备 还有后面我们也会讲到 一些身体上的调整 心理上的调整 呼吸上的调整 其中的目的 大部分是让自己的心先安静下来 那这个呢 更深有体会了 哎呀不用讲很多 关闭手机这方面的干扰 但就是舍不得 就不知道为什么 让自己舍不得关掉手机 哪怕是关一个飞行模式 可能都要下很大的勇气 会有多么重要的电话打进来吗 上载在里面又要求 必须关掉 还是说请大家尽量的关闭 因为呢 我们在这种纷繁的时间生活中 能拿出来这15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的时间 能好好地念诵一些功课 好好地来打坐观想一下 其实很难得 好好地想满人生 是被我们自己弄没了 不是被别人占用了 是让我们自己浪费了 这一点 如果能用认清的话 慢慢地也可以摆脱 手机模束缚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下面上师也用自己的经验提出来 说凡夫人的心 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我自己对此也深有感触 有时在做功课是来电话 接也不是 不接也不是 非常为难 所以让大家关掉手机等 就是要尽量避免这些干扰 那我们的心的念头 可能目前还很难掌控到 那能做到的就是尽量排除外界的一些干扰 因为呢 前面我们在讲文法方式的演说也提到了 凡夫人的心特别容易外散 外散于种种的色身相会触法上 就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 就是好像我们身披着干草在火的旁边走一样 一不小心身上的干草就被点着了 一样的 本来我们的心对于外界的这种种的色身相会触法 就非常的有这种贪值的习气 或者贪值的种子在 但是我们只要一遇到外境 就会萌发 毁掉了我们的心相续 上师也显现非常谦虚的说 对此也深有感触 那所以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 关掉手机 不是说要做一个与世隔绝的这种样子出来 背后的目的就是尽量避免这些外界的干扰 能够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上师也提到了一个真实的例子 前几年 扎西齿林为了工作方便 给达森刊部配了一部电话 但没过多久 刊部就说 电话对修行人的干扰实在太大了 他把扎西齿林的出家人召集到一起 对大家说 扎西齿林是真正休息人住的地方 聪达和丹森尼玛两人因为工作严谊 确实需要电话 但其他人不需要 说完 刊部就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把电话机砸了 就当着众人的面呢 就做出如此的一个举动 也是呢 给我们一些后学弟子 做出一个表率 连达森刊部休息人如此之好的人 都能感受到电话的干扰 更何况我们这些本来 就非常容易外散的初学者 也不用砸电话 慢慢地意识到过患 从心上就远离 我们可以在网站上看到一篇刊部的专访 上面也提到了 后来呢 为了这种联系方便 也给刊部配了一部手机 但是呢 很快那部手机也不知道哪去了 刊部是怎么来形容手机的呢 不给人自由的东西 上次也继续说 从那时起到现在 扎西齿林除了聪达和丹森尼玛外 其他的出家人都没有手机 也不允许安装电话 去过扎西齿林的人都了解 达森刊部是非常好的修行人 连他都感到电话对修行的干扰 我们作为普通人就更要注意了 的确上次在其他的一些开示集里面 也屡屡地提到达森刊部的功德 并对刊部的大家赞叹 是真正的修行人 是非常难得的修行人 上次在这里也说去过扎西齿林的人都了解 下面呢养老院的话 不要说用电话了 摸一下手机也会受到非常严厉的 或者是开除或者暂时离开 等等的处罚政策都有 为什么要做出这种管理的制度啊 或者如此严厉啊 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排除这种种修行的干扰 刊部也经常说 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解脱 又不是来打电话的 所以没有必要用 那刊部就如此的跟手机那么的管理严厉呢 其实就是为了排除修行的干扰 就怕我们初学者呢 心太容易外散 而且呢 手机上的一些信息呢 有非常的复杂啊 有好的有不好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看到一些毁坏自己相续的话 所以呢很难避免 我们要尽量的修行的前方便 或者修行的前行要做好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 尽量的关机 那另外呢 除了以上所说的干扰外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 还会遇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干扰 这些干扰时时刻刻 扰乱着我们的心 那上次这里说了 我们就往回反观一下 这就是看教研级的一个方法 这一句话摆在这里 就是给我这个人说的 那我就把这句话拿到自己心里面去想 上次说了 哎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干扰 那你有哪些干扰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观自新 观察现在的一种学佛的状态 或者学佛的环境 有哪些障碍是扰乱我们的因素啊 想一想是太懒惰了吗 还是经常加班吗 还是其他的一些家庭和社会种种各方面的应酬 太多了吗 上次就下面指出了这些扰乱因素 你们不要以为只有面目可怖 张牙舞爪的形象才是魔鬼 其实所有干扰修行 障碍解脱的事物 都是魔王波寻的划线 它经常隐藏在那些看似平常的事物的后面 扰乱我们的心 如果不能认清它的本质 就很难得到解脱 这里上次就为我们指出来了 那所有干扰我们修行 其实就是魔王波寻的划线 为什么要把这些干扰 听到这么一个高度认识的状态 就是引起我们的重视 那今天呢 大家叫我去参加一个聚会 我就去了 可能好几天 自己的心都没法从那种散乱的状态下 恢复平静 这么分析来看的话 那次宴会就是什么呀 就是干扰我们修行的一个魔王的划线 可能我们心里不愿这么承认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这一切我们不要到外境去寻找 还是呢 向内反观 那法王瑞宝一句教言 就指出了到底什么才是魔王波寻的划线呢 法王瑞宝说 所谓的魔王波寻啊 实际上就是众生无名迷乱的本性 魔王波寻 它每天都躲在鱼翅的阴暗角落里 为了阻碍人们成就佛果 获得殊胜的解脱 而不断向皈依释迦摩尼佛的弟子们 以及其他众生射去五支剑 哪五支剑呢 称心 贪心 千利 傲慢 和嫉妒 有我们说的五毒烦恼 这五毒烦恼 也可以称为鱼翅魔王波寻的五种幻变 那我们就看 其实哪有一个外境的魔啊 都是我们新乡序中的这些贪心 称心 吝啬 傲慢 还有嫉妒 这些毁坏我们相续中的五毒 其实就是魔王的本质 也不用去向外境去寻找过失 可能有一些道友呢 因为一些外缘耽误了自己做一次功课 耽误了自己才一次贡修 非常生气 都是他破坏了我这次贡修的机会 都是他害的 让我们没法好好学佛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往内反观 真正阻碍和障碍我们的 就是自己心相续中的无名 这个呢是真正魔王波寻的坏线 那这里我们既然了知了什么是阻碍我们 障碍我们修行解脱的因缘 我们就要尽力的去克服 这里也学到了我们尽力去克服的什么呀 其实就是调伏自己的心啊 唯一呢是要把佛法拿来对着自己的烦恼 调伏自己的心 这是学佛的一个目的的体现 那前面呢上次也多多的提到了 这些要排除干扰 排除干扰除了这个电话 还有其他一些我们能够做到的之外 按照前行备忘录中 阿琼堪不仁波谢的教言 想要正式的做功课之前 还应该做哪些呢 要醒好鼻涕 洗好脸 这虽然很平实 但是呢做这些很微细的事 他目的就是为了 下面提到的 就是醒好鼻涕 洗好脸 里里外外的一切 要办的事 必须务必完成 比如可以跟家人打个招呼啊 这半个小时 我想就是做个功课 有什么事呢 先不要来叫我 我们呢做好这些的目的 就是保证在入座期间 不需要中断打坐而往外跑 想想呢 如果自己呢 没有做好这些方便 没有跟家人打好招呼呢 一会叫自己吃饭啊 一会叫自己这样 也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困扰 所以呢这些前行呢 我们还是要做好的 之后我们就开始做早课了 做早课的时间是 可以给大家自己的时间来 如果按照一天四座 那就是阿雄看 文伦伯切在 前一杯忘录里面也提到了 早晨七点到九点 早晨一座上午一座 下午三点到五点 晚上七点到九点 等等这些 它是根据当地的太阳升起来 落山啊 这个时间来确定的 做功课的时间长短 都是根据自己的时间来确定 那开始做早课之前呢 上师也开始了 我们可以先 在佛堂供水 供香 并于佛像前顶礼三次 那这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但是我们如果真实行持起来 上师就把这些供养的 一些方面的注意事项 其实就在这里提到了 首先我们要一一的分析一下 现在佛堂供水 佛堂才哪啊 没有佛堂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跟自己的这些条件 现实中的一些情况 有一个桌子 没有桌子呢 易换供养 那这都可以 但是我们的心呢 一定要源于佛法 开始行持了 那佛堂的布置呢 其实可以根据一些 不同的产生的要求 如果是条件允许 还没有布置 佛堂道友 就可以按照我们客送集 前面的有一张图 上面放了三层供桌 就怎么把供桌给布置起来 第一层呢 我们可以放佛像 法本和佛塔 这是佛头的身与易所依 第二层呢 是放了一个曼扎盘 其实书顺供养 那底下这一层呢 可以放一些供品 像一些石子啊 像多玛可能在 它比较少见 我们可以买一些饼干 供养 供养花 水 灯 香啊 等等这些 其实供养呢 是说佛菩萨贪心这些吗 不是的 我们要对它 要有个正确理解 一方面 供养可以对峙 我们相续中的贪心和吝嗣 另一方面呢 供养 为我们积累的 不是佛菩萨需要我们的供养水 而是反过来 我们需要佛菩萨如此殊胜的对境 来为我们积累广大的资粮 一一的来看 供水 怎么供 根据佛台 或者是实际情况 可能有一碗 两碗 三碗 四碗 七碗都可以 一般的话是供七碗水 每一个水碗之间的距离呢 是按照碗口的直径来确定的 就摆上去庄严就好了 就我们一定要用庄严 美好 这种的供品呢 来供养佛菩萨 就可以显发我们自己相续中的这种庄严和美好 供的时候一般是从左往右供 供的时候念什么咒语呢 供的时候我们念什么咒语都行 首先呢 我们可以念观音心咒啊 念廉食心咒啊 念自己常念的这些 或者念上师的祈祷文啊 一些祈祷文都可以 另外呢 也可以念普贤云共咒 就观想啊 这些供品是无量无边的 这最殊胜的供养 观想的方法之一 供水的时候从左往右供 不要太满 离碗口呢 有一定的距离 这样呢 是比较庄严 到了傍晚的时候 我们收水 收水怎么收呢 是从右往左收 供水的杯子 还有供水的这些器皿 或者是擦我的小毛巾啊 最好都是能够专用的 一方面呢 是保持清静 另一方面呢 专用的话 从因果上 也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在收水的时候 一杯一杯的从右往左 收到水壶里 收水的时候念什么呢 也可以念一些祭送啊 一些心咒啊 都可以 收完水之后 把水布湿出去 那我们布湿的时候 最好是 能够把它倒在 被人踩不到的 清静的高处 这个我们在布湿的时候 可以念观音心咒 观想呢 这些甘露水呢 就布湿鬼 恶鬼众生 也可以念 佛陀亲口宣说的一句 回向给恶鬼的祭送 就以师诸善根 愿比利恶鬼 利恶鬼 猎身 获得善去乐 还有个擦碗 有毛巾擦碗的时候 可以念百字明啊 念经了他的心咒啊 来观想一切众生相续中的 无明黑暗 就这样被清除了 那所有的善根呢 所有的光明就显发出来 我们在行星之间 供养的时候 不怕做不好 因为只要我们听到了 如理如法的方法 就肯定会纠正过来 或者按照如理如法的方法去做 那最怕什么呢 怕无济的状态 就是一个不知不觉的状态 不知不觉中把水供好了 不知不觉中顶礼完了 我们一定要警惕的 其实这种无济的状态 所以呢 就要求我们在行持 这些供养的每一步 以及呢 我们在去做其他善法的每一步 就把心放在这件事上 可以如实的去观想 哪怕只供一杯水 或者是没有条件的话 我们看到一些清净的水 我们这样去观想 去供养 都是非常好的 关于是我们有 以三宝为对境 行持供养的这颗心 很重要 那下面是供香 卧香 盘香 都可以这样去供养 供养的时候 怎么观想 最广大的观想形式 就是普贤云供 普贤云供呢 它有不同的观想方法 比较常见的一种解释呢 就是去观想 普贤菩萨 与它的心间 放射出无量无边的光芒 那每一个光芒的顶端 就光端呢 又出现一位普贤菩萨 那每一位普贤菩萨的心间呢 又化现出无量无边的光芒 每一个光端呢 有无量无边的贡品 如是呢 来上贡诸佛 其实我们看啊 普贤云供 它不是涉及到一个 想象力丰富不丰富的问题 它是涉及到我们心量 大不大的一个问题 就我们的心有多大 可以通过普贤云供 来这样慢慢慢慢的拓展开 另外呢 就是我们可以念云供咒 供灯房的老人嘛 其实在供灯的时候 经常会念这个云供咒 云供咒就在我们 客送集的供养记 供养记下面有一个 云供陀罗尼咒 就是念诵这个咒语呢 时候我们就可以观想 其实呢 并不仅仅限于我们眼前的 我们眼根看到的这一点供品 而是无量无边 清净的 能够满足一切众生 他们的义乐的 所有的供品呢 我来上供诸佛 还有呢 就是供灯 很多道友喜欢供灯 但是供灯功能也很大 暂时的可以获得一些 就眼根清净啊 等等这样 究竟也可以成为 我们成佛的资量 看我们发心有多大了 供灯的时候 首先要注意安全 另外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念一些 供灯的仪轨 这个在我们客颂集的第二侧 有一个阿底下尊者 所造的供灯仪轨 还有一些咒语 我们这样去念 供养之前呢 也可以先念 归一个发心的祭颂 那另外呢 与佛像前顶礼三次 我们怎么去顶礼 才是如理如法的 那上师在 透发看世界里面 也回答了一个道友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没有如理如法 去供灯啊 去供水啊 这些有没有过失 正常一切就回归到 我们的发心上 就是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啊 怎么是如理如法的方法 我们通过学习知道了 就一定要及时改正过来 但是如果就是一种不恭敬的 明明知道这样做 是如理如法的 我就是不这样做 它其实就是已经落入了一种 不恭敬的状态之中 但是这样的话 由于自己不恭敬的心 可能就会给自己带来过失 所以我们就看 怎么如理如法的顶礼 按照《前行引导文》里面 在讲上师一家 七之共的顶礼知识 华志摸切 提到了一些顶礼方面的 注意事项 首先呢 我们在顶礼的时候 第一点就要做到的 身与意三门同时顶礼 这个呢 又再次要提醒大家注意 不要不知不觉的就顶礼完 这个是无计的状态 所以我们一定要 身与意三门同时顶礼 怎么做呢 身顶礼 就是我们的身体 真实的去做礼拜 与顶礼呢 是指口中念诵顶礼句 或祈祷文 意顶礼 是指满怀 诚挚 恭敬的心 这样来意念 那怎么来意念呢 上师您无所不知 我全心全意地依待您 而且同时观想 我与一切众生 一同顶礼 身与一三门 集中经历 这一点至关重要 顶礼啊 还有很多种形式 包括无相顶礼啊 还有种种的观想方法 但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就是把身与意 就身与一处 来进行顶礼呢 是行之有效的 那身顶礼呢 就身体这样去做 如理如法的 每一个都做到位 与顶礼呢 就是可能念错一些顶礼句 或者呢 祈祷文 我们可以念上师祈祷文啊 念皈依的祭送啊 念发现的祭送啊 或者念七之贡里面的 最后一个祭送啊 所有礼赞贡远 父亲 佛诸事转法呢 随喜拆毁诸神 跟回向终生 及佛道 都可以 但是呢 就是口中呢 就通过这种金刚语 来加持自己呢 来进行 如理如法的顶礼 尤其是这个义顶礼啊 就是恭敬的心 清敬的心 而且呢 要观想无量众生 和我们一同 向归一敬 或者是向三十三宝 来行之顶礼 这个心量一定要广大 那就是身与意 三门 要同时顶礼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怎么是如理如法的顶礼 不同传承下的姿势啊 各方面都不是很一样 那我们看 华志末界是怎么开始的 顶礼的时候 双手 宛如含苞带放的莲花一般 空心合拢 绝不可以掌心 毫无空隙的并拢 或者仅仅指尖接触啊 这样就是心思涣散的 这种去顶礼 可以就双手合十 手中间像有一个如意宝一样的 留一个空间 这个在大解脱丁中 也有校正说 如莲花带放 就是像带放的莲花一样 我们这样去合掌 合掌的姿势做好了之后 接下来 合掌在头顶 来观想 亲近了自己的深业掌 合掌在喉间 来观想 亲近了自己的羽业掌 由于羽言所造下来的种种恶业 以此来亲近 再接下来 合掌在心间 来亲近自己 由于种种的烦恼 贪心称心 或者邪见 等所造下的种种异业掌 之后 五体投地的败下去 那所谓的五体呢 是指前额 我们的额头 两个手掌和双膝 这样的同时着地 那五体着地呢 这样来礼拜 它其实也带有深意的 它是有亲近 五毒烦恼的障碍 获得佛陀身与意 功德事业 五种加持的必要 其实五体投地并不是单止大礼拜 我们磕小头的话 也是这样要做到五体投地的 站起来的时候 腰应该挺直 身体站立 将会合掌到心前 这是完成了一次顶礼 再按照前面那样 重新的合掌在头顶 合掌在喉间 合掌在胸前 这样去顶礼 那是第二次这样的去顶礼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 如理如法去做 会有哪些过患呢 花掌目前也给我们开示了 说如果双手没有按照要求 而认真的合掌 只是这样东甩一下 西甩一下 而且呢 膝盖和额头 不接触地面 仅仅弯下身 不知道到底傲慢 到了什么程度 才会这样做 站起来的时候 腰也不端端正正的挺直 那这样弯弯曲曲的 来做顶礼等举动 都是大不恭敬的表现 所以绝对不允许 就是我们只要做了 尽量如理如法的来做 不要落入这种 非法的误区之中 佛经中也说了 也开始了一个 这种因果方面的规定 就以弯曲顶礼的 异熟果 就是异式成熟的这个果报 将来会转身为驼背者 也就是背上长大流的 诸如和勾搂之人 这一类的就是身体上 略略的有些残疾的 一个因之一呢 这里华智人默契 我们引用佛经里面 教证提出来 就是身体弯曲顶礼 我们是为了获得功德 而顶礼的 为了表达我们的恭敬 放下自己的傲慢 而顶礼的 但是如果是 由于不恭敬的顶礼 而转成这样的身体的话 那顶礼也就大可不必了 所以顶礼的数目 不在于多 最重要的是 每做一次顶礼呢 都尽力要做到 正规如法和准确 下面我们再看 华智人默契 开示 如理如法顶礼的利益 有哪些呢 从前有一位比丘 他去顶礼 装有佛陀 头发和指甲的佛塔 阿难尊者就问世尊 说这个比丘 他这样顶礼 有什么样的功德呢 佛陀就回答说 他这样顶礼一次 将获得自己身下 所压面积 直至金刚大地以上 所有微臣数量的转轮王位 然而这还不能达到其顶礼功德的边际 就哪怕用这个无量微臣数量的转轮王位 也没法比喻顶礼功德的 到底有多大 另外 经中还说 佛陀的无见顶像 我们知道佛陀有三三二项八十岁好 其中的无见顶像呢 就是从恭敬顶礼 因敬之上师师父中得来的 也就是说 顶礼是形成究竟圆满正等觉 无见顶像的因 总结来说 我们今天就学了 为什么做功课 以及呢 什么是做功课 做功课内容有哪些 另外就是 讲了一点点的 做功课的前行 尤其是供养这几个方面 我们怎么去供水 供乡 怎么供灯 怎么顶礼 这其实是伴随我们 今生或者深深世事 都要去行持的一些广大的善法 从基础的这些做起 一开始学 就要学最正规的 这样呢 是比较好 那今天这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